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冻虾到底如何在几分钟内就能化冻成功 下面呢,我就把技巧分享给大家 现在看到的是一斤冻虾 首先呢,我们倒入清水 水的温度呢,最好接近于室温 不要用热水,以免影响虾肉的这个品质 先把这个虾呢,给它抓洗上几下 然后倒掉 再倒入清水 再来回抓半场几下 再把这个水倒掉 下面呢,我们给碗中加入食盐少许 这样可以迅速成为盐水 同样,要不断的翻动这个虾 加快解冻的这个速度 这里头的原理是什么呢 由于盐水的冰点比普通水低 所以可以加速解冻的这个过程 通常呢,在三分钟内呢 也就能完成解冻 盐水的浓度呢,不宜太高 以免虾肉过咸 三分钟后 我们这个虾呢,已经解冻成功了 你看我用手不停在摆动这个虾 这个虾呢,现在已经变得很软了 这样呢,就代表这个虾已经完全化冻成功 大家记住了吗 下面呢,我们用这个虾做一道好吃的 首先呢,我们减去这个虾腔 虾土和虾足 一一减去后呢,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后 用剪刀剪去虾壳 剪去虾壳之后呢 我们再用剪刀挑出这个虾线 虾线去除后呢 我们倒入清水 再次把这个虾呢,给它淘洗干净 淘洗上两边后呢 我们先放一边备用 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海南的黄灯肉胶和蒜末 炒香后,我们倒入大虾 翻炒均匀后 加入食盐一克 白糖两克 鸡英一克 白胡椒粉0.5克 沿着锅边加入少许的米酒 这一步主要为了曲情增香 再次给它翻炒到味道融合 下面呢,我们加入一大勺清水 开大火,让汤汁滚开 把这个虾呢,给它焖煮上三分钟 三分钟后 加入适宜的这个粉芡水 翻炒树下 再点入少许的明油 放入明油 主要是为了提色增量 再次翻炒两下 即可出锅装盘 最后呢,撒入少许的葱花 这样一道灯木椒焖大虾就好了 这道菜的口味呢 辣中带甜 吃得非常的过瘾 如果您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勇美食小处 我将持续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